清秀脸庞蔡宜璇准备要来上课 猜猜她上的是什么 一层一层的防护 从手套外套面具 蔡宜璇特殊焊接班 12位学员中唯一的女孩 还蛮热的 跟之前在美髮店工作的样子 跟现在真的差太多 高着三年学的是美容美髮 也拿下证照 看看平时的宜璇 爱打扮的她 从没想过要当焊接师傅 即使爸爸就是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 直到毕业后 这位小公主决心跟随父兄脚步 未来陪爸爸一起工作 妈妈也觉得OK 她不过还蛮心疼我的 因为会觉得说 一个女生做那么出众的工作 她真的觉得不太适合 对我来讲家人比较重要 自己还好 我想要可以多多陪他们 焊接的工作其实在目前 产业的需求应用非常广 很多的科技产业 包括桥梁跟相关的钢骨结构 都有需要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力 忍耐高温或许还得用气力搬动工具 要当焊接师傅确实不简单 不过就像学员们用心做出的 一朵朵康乃馨一样 象征热情的花 用铁片焊接永不凋谢 蔡宜璇用作品来献给担心她的母亲 也希望自己能够顺利取得正照 焊出一片天 大家新闻 朱龙夏宏树台南报导